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段 看看日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第三段第一句话说 Historians have long been puzzled by the dots, lines and symbols which have been engraved on walls, bones and ivory tasks of mammoths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还是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前面白颜色的 还是可以看作剧的主干结构 那么历史学家长期来对这个事感到很迷惑 puzzle 生死中讲过 表示某个事情错综复杂 无法理解 对什么很迷惑呢 这个后面画横线的白颜色的部分 是做戒丝拜的宾语 对那些点儿 线条 还有符号 什么点儿线条符号呢 Witch引导的一直到剧末 这个黄颜色的是定义从剧 修饰前面这个宾语点儿线条和符号 什么呢 就是被刻到了这个后面画横线的黄颜色的部分 又是做戒丝按的宾语 刻到哪里呢 墙上 骨头上和猛马像的象牙上的 这些点 线条符号 历史学校一直以来都无法理解 感到迷惑 这个对什么什么感到很迷惑 用的是be puzzled by 咱们说了可以把它换成be perplexed by 和be baffled by 咱们生死中讲过 puzzle perplexed和baffled 都可以表示另模人迷惑 尤其强到错综复杂 过于艰深 过于困难 难以理解 那本文中他用的是 have long been puzzled by 这用的是完成词 而且里边用了副词 long 这个long在这绝对是副词 做时间状意叫长久以来 长期以来 那么历史学家长期来对这东西觉得很困惑 就have long been puzzled by something 咱们类似说个句子吧 医生们长久以来对这种罕见的皮肤病感到很困惑 咱们就把那个历史学家换成医生 doctor就好了 怎么说呢 doctors have long been puzzled by the rare skin condition 你看也是用副词 long 用完整词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破解嘛 对现在有影响 所以have long been puzzled by the rare skin condition condition在这不是表示状况条件 而是疾病 用condition表示病是一个委婉的表达 好 那么这是用long表示长久以来 比较一下第18行 这个句子用得更难了 它说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叫人们长期来早就知道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注意在这比在第三段的第一句话更为复杂一些 在这用了一个形式主语后面用被动 长期来这事被知道 咱们中文翻译着 人们长期来就知道 但是人们就不用出现了 这个事是被知道 肯定是被人知道了 那people就甭说了 用被动 后面呢 that引导的是主意从局 这些画在墙上的这些狩猎图啊 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表现形式 那么人们长期来就知道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这个结构类似 咱们也能说一个句子 比如说 人们长期来都相信 猫有九条命 那么人们长期来都相信 咱们类似是不是可以说 这个事情长期来被相信 什么事呢 it 后面主意从局放到局部就好了吧 咱们说着看 it has long been 相信 believed that cats have nine lives 但是中文翻译着 人们长期来都相信 就这个事是长期来被相信的 对吧 这个结构比刚才那句话 更稍微复杂一些了 但是我们说长久以来 有更复杂的结构 咱们更复杂结构在四侧 句子更漂亮了 咱们看四侧的第十八个 确实四侧是个好句子的大宝库 四侧十八个海豚的第一句话 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among mariners that purposely would save drowning men by pushing them to the surface or protect them from sharks by surrounding them in defensive formation 叫海员们长期来都迷信 海豚会把人推到水面上来 来救那些快淹死的人 或者呢 通过把这个用防守的阵型 把人包围起来 来保护他们以对抗鲨鱼 保护人类对抗鲨鱼 这句话翻译成 海员们长期来都迷信 但在这里呢 海员mariner 就是海员了 他跟什么sailor seaman是类似的 那么他说是 在海员之间 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这个地方进一步 还用了无灵主语了 因为中文中 海员们长期来迷信 迷信是动词 但在这呢 海员不是重点 对于海豚的迷信是重点 所以在这一旦用了 把人的动作行为感知 名次化之后 然后用它当主语了 叫海员之间 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迷信是什么 和我们大家同位同居 这个结构也重点 突出主词分明 而充满了文言的气息 名词在书面上更正式吧 也是长期来 还正完成实 说明现在 大家还是这样 还是有这个迷信 好 下面我们用类似这个结构 我们也造一个 这个精彩的句子 咱们先看中文 中国人长久来迷信 看见喜鹊 会有好运气 这个在这里面 我们中国人呢 并不是表达的重点 而是中国人这个迷信重要 按照刚才那个逻辑 是不是可以说 在中国人之间 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然后再说迷信的内容是什么 喜鹊可叫Magpie M-A-G-P-I-E 就好了 我们试试看啊 好 咱们说一遍 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迷信 在哪呢 Among the Chinese 迷信的是什么 That 看见 Seeing a Magpie 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好 这个句子完全正确 你看在中国人之间 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后面再说迷信内容是什么 对吧 可以用它 但这句子有点虎头说尾了 因为前面用词很正式 用无灵主语 但后面那个 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你看连用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都是单音节的名词 觉得有点口语化了 咱便正式一点 我说江是一个好的运气 我把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管成It's a good omen 是一个好运气 这个表达更正式一些 Omen叫运气兆头 到39个会碰到 但是这里面那个 good的这个词 又显得更口语化一些了 咱们把它变得更正式 我们说是一个极力的兆头 就书面也尽量用一些 比较庄重的大字 这个Is an auspicious omen 你看整个句子 It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hinese That seeing a magpie Is an auspicious omen 句式和用词都比较庄重 和正式 好 这个 auspicious这个词 在未来39个课中 马上就会看到了 好 再回到这句话里面来 那么历史学家常起来 对这个小圆点 线条 symbol是符号了 感到很困惑 这在哪呢 在加定义从 We have been engraved 雕刻在 这个engraved词困中说了 是表面上刻各种东西 什么线条 花纹都行 那么还有什么呢 在墙上鼓的时候 蒙马像的象牙上 有同时呢 Ivory本身不就是象牙吗 为什么还要加一个task Ivory本身是象牙 但这个词是不可数名词 它表示象牙质地 象牙材料 它是不可数的 一根两根的象牙 不能说an ivory two ivories 不行 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所以我们必须用 动物的长牙 这个task ivory tusk 这就可数了 就是一根象牙 这个task 就是动物的 长牙或獠牙 像什么象啊 像什么野猪啊 都有这个长牙 都叫task 那么ivory 一般表示象牙质地 它是不可数的 我们还有一个 咱们常见的象牙塔 叫ivory tower 这个我们看看 什么叫象牙塔 a place or situation where you are separated from the difficulties of ordinary life and so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m use a specialty to describe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这样一个地方 或这样一个处境 在什么呢 你在这里啊 你与俗世生活的那些困难 相隔绝了 因此就不能理解他们 就是为什么生活中 还有柴米油盐 酱醋茶 这些困难的事呢 尤其用它来描述 这个一个大学 叫象牙塔 ivory tower 这个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止足 圣贤书 这个地方 叫象牙塔 那么就是课在这个地方的中西啊 咱们历史家 一直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后面说 the nomads who made these markings leap by hinting and fishing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which began about 35,000 BC and ended about 10,000 BC 这句话也稍微长一些 咱们看看句子成本分析 the nomads 这些游牧民 这是句子主语了 然后后面 who made these markings 那么做了这些标记的 这些游牧民 这个markings 就是上一句话 那个点啊 线条符号 然后leap by hinting and fishing 后面这个白音词 是整个主句的微动词了 是靠鱼猎为生 然后during 斜笛子开始 一直到巨末 这是时间壮语 在什么时候呢 在最后一个冰川级 最后一个冰川级 这个最后冰川级 在什么时候呢 后面黄颜色的是 千套在 借此短语内部的一个 定义丛句 修饰最后一个冰川级 开始于公元前 三万五千年 结束于大概 公元前一万年 这个期间 是最后一个冰川级 咱们看看里边那些重点的支持点的复习 首先这个leap by doing something 在27课讲过 叫靠某种职业为生 本文中是以鱼猎为生 打鱼和捕猎为生 咱们再复习下27课第一句话 就130页的第一行 It has been said that Everyone lives by selling something 据说每一个人 都是靠卖某个东西为生的 每一个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这是靠做某种职业为生 这是固定搭配27个强国 那么在最后一个冰川级 The ice age 这个age不能替换 冰川级是固定搭配 The ice age 那么这个age 表示时代时期 又是多次讲过的老智的复习了 我们时代时期 有些固定搭配 像The ice age The stone age 冰川时代 还有呢石器时代 这固定搭配里面要大写 而且h不能替换 这固定搭配 而且注意连读 大声里面 The ice age 后面这个连读 The stone age Ise age Stone age 这中间有连读 而且这个h必须用它 不能替换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 一些常见的意思 这时候能换成别的词了 就不应用大写了 比如The modern age 叫当代 The computer age 叫计算机时代 等等等等 都可以用 还能用哪些东西 表示时代时期呢 刚刚见过的 还有Times 表示时代时期 回顾一下第三个出现的 罗马时代 Roman times 对吧 还有什么当代 近代 古代 史前时代 在什么什么时代 依然可以用 其实是 这次的 In modern times 当代 In recent times 近代 In ancient times 古代 In prehistoric times 史前时代 Prehistoric 这次 18个当代 艺术中的电流 咱们见过 这时代时期 还能用什么词呢 我们刚才 在例句中 还见过 Era这个词 Era 还有Epoch 这两个词 也可以表示 时代时期 而且一般 是指历史上 某个重要的 时代时期 一般是有 标志性事件 的一些时代 比如说 The steam engine era 或者 Steam engine epoch 当然 Epoch 有的时候 也能读到Epoch 在美音中 一般这么读 Epoch Epoch 都行 还有呢 The end of an era The end of an epoch 就某个时代的结束 咱们复习这句话 它的词 标志着一个 时代的结束 标志用哪个词 标志着什么什么的开始 什么什么的结束 用动词mark 做记号 那个词呢 His death mark the end of an era 它的词标志着 一个时代的结束 一个时代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或者a new epoch 都可以用它 对吧 我们复习 这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对吧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或者a new epoch 或者epoch 都行 好 这是复习 咱们一代而过 咱们记记 咱们表示时代的相关表达 就好了 那么再回到剧中 他说这个 最后一个冰春记 在什么时候 which began about 35,000 BC 公元前35,000年 开始于这个时候 BC是父亲 第三课讲过 BC stands for before Christ 耶稣基督出生之前 耶稣诞生 公元开始 所以公元前 就是耶稣诞生之前 公元后呢 公元后一般默认的都是公元后 所以一般就不说了 你非要强调公元后 可以用AD 这些缩写符点都可以去掉 没有也行 来自于拉丁文 Anno Domini 叫After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出生之后的某一年 就公元后 结束于公元前一万年 这是整个这个句子 他说 做了这些标记的游牧民族 他们靠渔猎为生 在最后一个冰川级 最后冰川级 就开始于大约 公元前三万五千年 而结束于呢 大约公元前一万年 这个句子 结果也比较重要 咱们类似跟老师复述一下 这些做的这些标记的游牧民 先说游牧民 The nomads who made these markings 然后呢 靠声为称 Lid by hunting and fishing 在什么时候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最后一个冰川级 那么在家对应重去 Which began about 35,000 BC And ended about 10,000 BC 再快点 The nomads who made these markings Lid by hunting and fishing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Which began about 35,000 BC And ended about 10,000 BC 类似造个句子 咱们不说游牧民了 咱们说中国人 老子 比如说传说中道教的 创始人老子 他生活在大约公元前六世纪 到公元前五世纪 春秋时代的晚期 春秋 咱们直接可以用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就好了 咱们到四次还要看看 战国时期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打仗的时代 那到第四次会有 那靠掌管国家图书馆为胜 还用Lid by 掌管就take charge of 国家图书馆 当然就皇室图书馆 The royal library就好了 咱们看看怎么说 先说老子 在家同位不就好了吗 老子 这哥们是谁呢 Legendary founder of Daoism 道教的传说中创始人 怎么样 Lid by taking charge of The royal library 在什么呢 During the late 晚期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注意第一个字 怎么要大写 大概什么时候 which began about 600 BC and ended about 500 BC 就好了 好 咱们回顾一下这句话 先说主义老子 Legendary founder 这个里面不一定非得说 The legend founder 因为我们知道 在做同位语的时候 尤其是唯一性的身份的时候 前面那个冠词往往可以去掉 你像奥巴马 这个奥巴马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不一定说奥巴马 The president 那个的可以去掉 这做同位语 唯一的唯一性的身份的时候 的可以去掉 Founder是创始人 Daoism就是这个道教了 Buddhism是佛教 那么靠掌管国家图书馆为生 在什么时候 在这个春秋时代的末期 Late 文章中Late 是最后一个 这里是末期 大概开始于什么时候 结束于什么时候 非常好写 好 这句话看到这 那么下面一句话进一步说 By correlating markings made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Historians have been able to read this difficult code 通过把这些 世界各地的这些标记 相互关联起来 历史学家就能够读得懂 这种复杂的密码了 就是那些点 线条 符号 其实就类似于一种 原始形式的日历 日历就是这么产生的 咱们先看这句话的语法 成本分析 豆豪前面 整个黄颜色的是方式壮语 那么用借词短语构成方式壮语 通过相互关联起来这些标记 什么标记呢 made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在世界各地被做出来的标记 这是过去分词短语当后知语修士markings 然后白颜色是剧的主干 历史学家们就能够 这个阅读这种复杂的密码了 这个code 在这就是密码 Letter in code 一封密码信 在这是密码的意思 就是难以 这个很难去读懂的东西呗 这里边有一个复习 就是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在世界各地 这个固定搭配 大家应该已经背下来了 因为咱们讲过 复习23个 在114页第九行末尾 114页第九行末尾开始 Cooked in wine snails are a great luxury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在酒中被烹饪之后 蜗牛在世界各地 都是一道美味佳肴 在世界各地 叫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希望大家不得背起来 非常精彩 好 看一下句话 他说 They have found that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days and the phases of the moon 这句话咱们也看一看 它的语法成分 文法的分析 They have found 是句子主干结构 这个they就是指上一句话中的 historians 这些历史学家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后面那开始到句末 当时的闭语从巨来 发现什么呢 it is connected with 这个it 当然指上一句话末尾 那个code 那种复杂的密码 他们与什么什么相关联 be connected with 咱们讲过与什么相联系 与什么呢 那么with后面有两个闭语 第一个是the passage of days 昼夜的更替 第二个是the phases of the moon 月亮的圆缺 这些密码与昼夜更替 月亮圆缺是相关的 这已经具备日历的特征了 对吧 好 这是这个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the passage of the days 这个passage可以表示过去经过了 来自于动词pass 一天过去了 一天要来了 就昼夜更替了 然后呢the phases of the moon 就月亮的圆缺 这个phase 这个词p-h-a-s-e 本来可以表示 一个时期 一个阶段 月亮有一段是圆的 有一段是亏的 是缺的 所以the phases of the moon 直接反正月向 月亮的圆缺 就好了 这个月亮的盈亏圆缺 也供动词短语 固定搭配 就wax and win 也行 那么wax就越满 win就越亏 为什么先说月满呢 月满是三个字母 月亏是四个字母 如果太短和太长 放在一块 一般来说 如果状况性一样 咱们先说贫血短的 后说贫血长的 把短的放前面 我们读一下月亮盈亏 wax and win 月满和月亏 两个动词 还有我们说潮水的涨落 ab and flow 潮起潮落 这两个又是动词短语 先读第一个 落潮 ab 再读涨潮 flow 为什么先说退潮落潮呢 因为ab三个字母 flow四个字母 先说短的 还有以前我们说的人生的臣服 这是一个up and down 叫人生的臣服起落 还有我们说to and fro 来来回回的 前前后后的 还有我们说on and off 断断续续的 一会打开一会关上 等等等等 这几个都成对出现的词 咱们见过 可以放到一块去 好 月亮的这个盈亏圆缺 一说这个事 咱们立刻想到了 苏式水调歌头中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片段 这是一首水调歌头的片段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这个月有阴晴缘缺 那刚好阴晴缘缺 就wax and win 就是这个月圆和月亏 类似就可以用上了 咱们看看这个可以怎么翻译 咱们给一个版本 比较优美的一个版本 with joy and woe people meet and part 人有悲欢离合 大家发现中文中文是比较马虎的 悲欢离合都并得到一块 在应用中摘开了 离合是现实 悲欢是伴随的情绪 所以它分开了 伴随着快乐和忧伤 人们会彼此见面 又彼此分开 爱别离苦 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joy是快乐 wo是悲伤 你要混成sorrow就不好了 为什么 诗歌中音韵最好和谐 joy是单音节 wo也是单音节 meet是单音节 home part也是单音节 动词相间和分开 就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阴晴圆缺 注意还得押韵就更难了 with light and shade the moon waxing and wains 你看shade跟wains是亚运的 越有阴晴圆缺 圆缺是现实 阴晴是伴随的东西 越圆会晴 越亏呢 它会阴 所以你看 with light and shade 就忽亮忽暗的感觉 light and shade本来就是喜语 就忽明忽暗 然后the moon waxing and wains 越会满 并且越会越亏 就越有阴晴圆缺 此是古南拳 Since time immemorial it's been unchanged 自从time immemorial 就上古时期开始 immemorial就几乎无法记的 上古时期 time immemorial 把它背了就好了 远古时期 it's been unchanged 一直就没有变过 此是古南拳 这个unchanged 是跟刚才waxing wains 为了押韵都发a这个音嘛 但愿人长久 用一个住院的句型 would that we could live a long life would that 是表示住院的语气 后面一般跟虚拟句 所以没有用can 而用could 但愿我们能都活得很长久 怎么样呢 千里共产觉 and together share the moonlight tho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我们一起可以享受这个 分享着美好的月色 尽管我们相隔千里之外 这个apart 跟地狱就哄 people meet them apart 又构成了一个押韵 你看这个 翻译成诗歌呀 确实困难 一方面有文言 二来要传情达意 表示着准 同时还有达到非常优美 还有押韵 不但有信 达雅 还有押韵 这就更难了 好 后面说 it is in fact a primitive type of calendar 这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形式日历了 因为它跟 昼夜更替月亮圆区相关了 跟 我们说阴历 lunar calendar 就是这样 好 下面说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the hunting scenes depicted on walls are not simply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这句话也比较复杂一点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刚才咱们见过这个句型 前面这个it呢 是形式主语 这个事情 长久以来被知道 后面什么事情 that引导的句末是 主语从句 当翻译成中文 咱们用主动翻译 叫人们早就知道 人们早就知道 但英语中那人藏起来了 因为可能人知道 不可能狗知道 这是长久以来被知道就好了 这个句子咱们刚才造过模仿句 那看主语从句里面 什么被知道呢 the hunting scenes 这就是狩猎图 狩猎情景 后面这个depicted on walls 就画在墙上的狩猎图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是后置定语 过去分词短语 因为这个图是被画的墙 过去分词嘛 怎么样呢 然后呢 这个主语从句谓语在这 并不仅仅是一种 艺术的表现形式 form是形式嘛 一种艺术的artistic表现 不仅仅是个艺术的表现的形式 它们有明确的含义 好 这个里面 咱们看一看 可能大家对这个词 稍微不会用 就是 depict 这个词是极无动词 而且是多译字 它第一个意思表示描绘或描画 画一幅画 第二个意思表示描写 表示描写的时候 咱们一般可以换成 describe 就是文字来描绘 第一个 从线条来勾勒出一幅画 第二首文字来描绘 都可以用它 本文中明显是第一个意思 咱分别看一个例句 先看表示描绘 a picture depicting him as a clown 一幅画 把它描绘成了一个小丑的 这么一幅画 depicting 在这还是后制定语 但在这是主动结构 因为画它嘛 有宾语的嘛 是主动结构 把它画成了小丑的 这么一幅画 这是描绘描画 描写也行 the novel depicts French society in the 1930s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 一九三零年代的 法国社会 在这里面 这个depict 相当于大家更熟悉的 describe 是一样的 所以depict 注意两个意思 本文中明显是第一个意思 好 后面说 they had a definite meaning for they were for they were as near as early men could get to writing 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含义 因为他们跟人类 开始会写字的时期 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一种象形文字 they had a definite meaning 这个they 当然指的是 上面一句话中的狩猎图了 那个狩猎图 有一个definite 就明确的 没有任何歧义的 明确的含义 为什么呢 do how for 开始到句末 还是一个 这个原因状态从句 因为我们说do how for 这个for引导 原因状态从句 一般方的主句后面 咱们第一个就说了 因为他们呢 和什么什么一样近 as near 第一个s是负词 第二个s呢 像什么什么那样 这是一个廉词了 像什么呢 就像早期人类 开始会写字的那个时候 一样 那个是 与 与那个时候 一样的接近 就从那个时候 差不多同时发生的 这么一个事 s在这 可以看作一个 比较状态从句的 它跟前面ss 比较嘛 跟那个时候一样的近 就几乎是一种文字 一种向心文字 好 这里面我们先看 这个明确的definite 明确的确切的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这个词 它的行进词很多 大声里面 definite definite 读骂了叫definite 但老师说 读快了之后 舌绢爆破 这个t就没有了 舌尖顶住憋住气 在里面 definite nit nit 舌尖憋住 在里面 definite a definite meaning 本分钟是确切的含义 明确的含义 再比如说 a definite answer 一个明确的回答 definite article 就定贯词 就是定贯词 the 确切指着这个人 或那个事情 明确的 有明确所指的贯词 article是贯词 它的反应词是不明确的 无期限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definite indefinite 好记 因为前面 on is 是否定字头 比如说 indefinite article 就不定贯词 就是a或者an 或者表示 没有明确期限的 an indefinite prison term 无期徒刑 这term就是 本来在学校里 是学期 在监狱里 是刑期 没有期限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出去 无期徒刑 可以用它 那么跟非常容易 跟他搞混的 有一个词叫 definitive 也是形容词 但跟definite 区分开 我们大声来一遍 definitive definitive 这个词一般翻译成 最终的 或者最好的 为什么呢 最终的 一般也是最好的 没法再加工了 最终版本了 最终的 或者最好的 比如说 definitive judgment 叫终审裁决 这个judgment在这 就是裁决 相当于verdict 再比如说 definitive diagnosis 一个最终诊断 一般来说 也是最权威 最可靠的 对吧 definitive guidebook 一本最好的导游书 最佳版本 没法再加工了 最好的或最终的 叫definitive 跟那个definite 明确的 做个编析 还有一组 叫finite infinite 还有infinitive 特别讨厌 我们先读第一个形容词 finite 这个词叫有限的 有边界的 human knowledge is finite 它的反应词 大家更熟悉 不要读infinite 得这么读infinite infinite 跟那个definite 去不开 infinite叫无限的 没有边际的 the universe is infinite 人的知识有限 但宇宙是无限的 还有它的另外一个 同根字 长得特别像 行进字 或者叫 大声那边 infinitive infinitive 注意这个字是个名词 叫动词不定识 就是咱们常说 动词不定识 to do 就是infinite 动词不定识 因为他们跟人类呢 开始写字的时候 非常接近 就是几乎是一种 象形文字了 那么as an early man could get to writing 看剧末那个 get to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个固定搭配 相当于start doing something 叫开始做模式 注意这个to 是借识 那就好了 非常简单 比如说 he got to thinking that it was all or his fault 他开始认为 这都是他自己的错了 一开始认为是别的错 他现在已经开始明白了 这都他是 都是他自己的错了 就get to doing 开始 这个知道就好了 好 看一下句话 他说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is a definit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paintings and the markings that sometimes accompany him the accompanies them 这句话比较长 先看个语法成本的分析 it is possible 这是可能的 那么前面的it 还是一个形式主语了 什么是可能的呢 那从那边开始到 剧末明显是主语从剧 是剧中真正主语 now there is a definite relation between a and b 是ab之间有个明确的关系 什么呢 第一个是 this painting这些画 这个painting就是刚才那个 hunting scenes 那些数列图呢 and between a and b 还有这些标记符号 什么标记呢 that sometimes accompany them 有的时候 伴随他们一块出现的 这些符号 与他 他们两个之间 有明确的关系 这个 后面那个定语从剧的 sometimes accompany them 这个accompanied在这儿 是极无动词 陪伴或伴随的意思 画横线的部分 当然是定语从剧 修饰的一个标记 就经常跟这个图画 同时出现那些 呃 展现一些点啊 线条符号 等等等等 跟他们在一块出现 这个句子里面呢 词汇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咱们复习 重点的动词 accompany accompanied在这儿是极无动词 陪伴或伴随 在这儿直接加评语了 我们再看一看例子吧 这咱们曾经在书后题 这样的句子 23个书后题 having left the bag in the hall I accompanied Robert into the living room 再把这个带子 放到门厅里之后 我陪着罗伯特 走进了房间 这个accompanied在这儿 当被动词的 就陪伴或伴随 这是极无动词 那也可用被动 上面是主动 再看一个被动例子 咱们见过的句子 the disease is accompanied by sneezing and fever 这种疾病怎么样 常常伴随有打喷嚏 和发烧这个症状 就被这个症状所伴随 be accompanied by 这种被动结构也行 反正是极无动词吗 主动被动都可以 那么甚至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把被动词去掉 accompanied by 就跟什么什么在一块的 还有这个 甚至可以用它 当非被动词来用都可以 你看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邪夫人彭丽媛 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个邪夫人 是不是被 夫人彭丽媛所陪伴 对吧 你看这么说 Chinese President 习近平 都号 accommoded by his wife 彭丽媛 is undertaking a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注意 位语动词用is 为什么呢 这个彭丽媛 是非为动词里边的 他并不算在主句的主义里面 主句主义 习近平依然是单数 对吧 但是这个邪夫人 刚好用accompanied by 这非为动词 在这可以看作 来修饰主义的一个定义 这非为动词 叫被什么什么所陪伴 好 本文中是经常 跟着数列图一块出现的 这个 一些符号 和这图之间 有明确的含义 下句话说 It seems that man was making a real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seasons twenty thousand years earlier than has been supposed 最后句话 咱们还是先看句子成分的分析 It seems that 看似似乎是如何的 这个是固定一个句型 你把这个后面外从句 看的是什么都行 有人把它看的是表语从句 那也行 有人还把它看的是一个 主语从句 他认为前面是形式主语 这个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认为呢 把它看作表语从句 更好一些 因为你要把它看作主语从句的话 这个seem后面就没内容了 戏表结构后面就没表语了 还是把前面It 看作一个虚主语 把后面大家从句 看作表语从句更好一些 两种语法的解释 书上都会碰到 看作表语从句好一些 看似怎么样呢 人类呢 在真正努力 想理解有关季节的更替 是怎么样 后面写题字 从twenty thousand years earlier 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个时间状元 比我们原来认为的呢 要早两万年 就开始有关 这个季节更替 人类要努力去了解了 这个then has been supposed 可以看作一个比较状元从句 只不过then后面 可以看作省略的编语从句 then what has been supposed 那个编语从句里面 那个what被去掉了 这个是旧知识复习 咱们一会说 首先这个努力 make an effort to do 可以表示努力去做模式 make an effort to do 类似try to do this 还有咱们以前讲过的 spare no effort to do 也是跟effort搭配 这是什么意思来着 叫不遗余力去做模式 spare咱们说就省下来不用 没有一点努力 被省下来了 叫不遗余力去做 咱们再复习这个句子 China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realiz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中国怎么样 将不遗余力地去实现 国家的和平统一大业 reunification 在我们这个36克幸运的发现里面见过 叫国家的统一 对吧 好 不遗余力 也是用努力 effort做中心名词 好 后面那个ban 这是我们29克讲的 知识的复习了 ban后面加编语从句时 它的主语 这个往往是what了 一般是被省略掉的 then what has been supposed 这么解释李老师认为是更准确的 因为then后面为什么 直接跟魏议董事解释非常多 咱们看到这个形式是比较好理解的 而且确实比较通顺 这what被省略掉了 咱复习在第29课里面 138页的19行末尾到第二场 138页19行末尾到第二场 to compensate his unpleasant experiences in hospital the man drank a little more than was good for him 为了弥补他的意愿里不愉快的经历 这个男人怎么样呢 喝了酒喝多一点 比什么 比对他有好处的酒多了一点 就酒喝高了一点 then what's good for him 是不是可以解释 then what was good for him 那个what 还是可以看到被省略了 咱们就记住 then后面可以直接加位于动词 就好了 特殊的一个形式 咱们再复习复习 这么几个练习题 咱们记得有四个练习题 咱们看看现在还能不能轻松做出来 the project requires more labor than什么 because it extremely difficult 这个项目需要的比什么更多的人手 因为呢这个项目极其困难 labor不可数名词 then后面可以直接压位于动词 直接把这个 sickd都排出来 sickd一个是分词 一个是不定试 都是非为语 位于动词ab里面选 labor 劳动力不可数 选一 then has been put in 比被投入的人手要多 因为项目困难 人手不足 选一 对吧 再比如 Wilfen advise him not to drink more wine 我们通常建议他不要喝的比 什么更多呢 比对他有好处的酒更多 直接加位于动词了 只有这个 then能做到 be吗 在这里用more这个词 只有用then then后面加位于动词是正确的 再比如说 the experiment requires more money than 什么 这个试验比什么的钱要多 这be put in 都是be put in 被投入的呗 then后面加位于动词 所以上来 b和d都死了 两个都是非位于 ac选哪个 钱不可数 当然选c then what has been put in then what被去掉了 所以我再看 the indoor swimming pool seems to be a great deal more luxurious than什么 这个室内用词 看似比什么 要更舒适 then 一下子b c d都去掉了 只能选a then it's necessary 相当于then what is necessary 比必要的奢侈多 就没有必要这么奢侈 就好了 好 这也是我们就知识的复习了 38课里面知识点也特别多 很多是以前讲过的知识的复习 希望大家反复收看 关键知识 把它牢牢的记住 甚至一些精彩律句 甚至可以把它过目成颂 把它背起来 好38课最早的日历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共产党的写 家里面认识